给大家讲笑话 然后又欢迎你们这个鼓起勇气 动动你们的鼠标点一点直播通知我 然后动一动你们的鼠标 送上我最爱吃的什么皮皮夹棒棒糖 等等等等等等 说这个现在的父母 就是事态度 上学的时候呢 天天会吹你写作业 考试的时候呢 天天的监督你这个考一版 然后我合串大学毕业 我家你待了两三个月 父母开始天天吹你干嘛呢 找工作 你说你那天的精神头这么够用呢 老没事吹我干啥呢 是不是 这是我们都警律过是吧 但更恐怖更恐怖的 不是前面的颜色 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事都过得了 盐墨钱呢是啥呢 哎呀 父母天天吹我找对象 就是白天吹晚上吹一顿饭都吃不好 吃个饭都得提他妈好几句 你说这个日子还找不过 那天几下真的这么干净呀 我直接就拍案而起 底气不太足够啊 跟父母不见 底气不太太拍案而起 拍案而起 所以我就说了 我说爸妈 我跟你们表个态 就是我找到现在的事 以后你们不要再去伤心了 因为我实话可跟你说 实话实说 我其实是个gay gay你们懂吗 哎呀 说实话 有点内疚 看着父母当时的那个 木讷的表情 无法形容的表情 待遇若目净 我在小小的暗爽 这同时呢 有一点自主 但是这个故事呢 剧情呢 又翻转 我到半个多月呢 我父母呢 突然又重拾了笑颜 然后那天晚上 跟我深谈了一下 他们这回开始 催我找男朋友了 不知道